今天是我们这一学期的最后一节课 这是一个很喜欢的调查 所以很希望他们填一下他们的反馈 就是这里可以用俄语写 就是你觉得这些题目答案很简单 我用准备 准备好了 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和讨论有关写作方面的知识 语体的第三节课 我们一起来重点讨论一下科技语体 那什么是科技语体 这是对科技语体做了一个解释 来读一下 科技不是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普及服务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 技术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 对这样的语体是科技语体 下面哪些是科技语体 我刚才给大家准备了五本书 这本书都涉及到不同的语体 请你来看一看 然后告诉我 你手里的这本书 它是属于科技语体吗 看一看自己的书 书的名字 大致的看一看里面的内容 你觉得它是科技语体吗 我这本书我觉得不是科技语体 对不是科技语体内的 或者不属于科技语体 对 对什么 因为它写的就是关于 它遇到生活上的过程体验 体验 体验 就是属于 我觉得属于文艺类的 是属于文艺语体 非常好 看来你在家的时候 确实做了我们的功课 而且看得很明确 是的 这本书是属于文艺语体 生活的艺术 这本书的作者是林语堂 林语堂也是我国近代的一个 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一位学者 语言学家 知识家 小说家 教育家 他是中国人 但是他的英文水平 跟他的汉语水平不相上下 他用英文来写了很多介绍 中国人和中国当时的社会 和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些 比如这本《生活的艺术》 还有一本是《文国与文明》 就是帮助当时很多的西方人了解 当时的中国的一些情况 你的回答是对的 非常好 这不是属于科技语体 这是文艺语体类的 你的这本书呢 也是 刚才一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这本书的知识的 他呢 对 这是古老的书 也是文艺作品 也是属于 对 它是文艺作品 它也是属于文艺语体的 好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这也是一本书 这也是一本书 这是一本词的点 科技 科技的 科技 它是属于科技语体 语体 这个表现 是这么说 好 这是一本词典 每个条目下面介绍了 他收的这个汉字的读音 他的意思 还有他的用法 对 用法 这是一部工具书 这是一部工具书 工具书 工具书 这叫玉书 如果说是教育学 这是不同的分类 关于一本书 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分类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从语体的角度来讨论 这部工具书 它里面有一些语体 和它的语体特点 和科技语体 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比如说语言的准确 语言的严谨 这是这两者之间的公同点 我们科技语体是什么 为科技技术的研究 发展 还有普及服务的 所以严格上来说 你手头的这本词典 词典 词典 这个是词典 对对对 这本词典 它也不属于科技语题 科技语题 好 Lisa你的书 看起来很好吃 里面 你的副诗 我认为 不是 科技语题 但是 你的副诗 就是 今年万不得性 最适用的 是 新年万不得性 对对对 对对对 这是新年晚会之期 招待客人 这么做状态 招待客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的 特别是想邀请朋友来家里吃中国菜的时候 这本书可以给很大的帮助 好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同学 你的手中的这本书 我们很愿意说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 这是中国语言学报 中国语言学报 这是技术的文章 里面放了很多论文 论文 那是什么呢 就是科技语体 对 那本书里的很多论文 收集了很多论文 这些就是属于科技语体 科技语体 科技语体 对 科技语体 科技语体还可以再分 分成两类 我们来看第一类 第一类是这一类 可以来读一读吗 专门科技语体 专门科技语体 可以分为这么多小类 我们来看看这一类是什么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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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话 我们可以去中国织网上 很轻松便捷的 可以阅读和学习到很多科学论文 那在俄罗斯呢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网站 可以提供很多的科学论文 有没有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 中国的一些期刊上的一些论文 或者是硕士和博士的论文的话 我们可以登陆 中国 知语网 我们可以登陆这个网站 从上面可以很快速的 检索到许多相关领域的科学论文 那么在俄罗斯呢 也有 也有 是哪些网站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不知道 我不太理解那些网站是有的 肯定有 有肯定有的 不知道在哪 好我们看 这么理解科学 我们再看下一类 这个是什么 科学报告 对科学报告 他的特点 他的特点 他的特点主要是这些 比如 采用了许多专门术语 术语的 另外是还大量的吸收了外来词和国际通用词 那在句式上 那在句式上他的特点是大量的使用陈述句 陈述句就是陈述一个事实陈述一个观点这样的 在修辞手法上他的特点是很少用修辞方法 比如说比喻 你人 排比 反问 等等这些 很少用 很少用 这是专门科技语体 有专门科技语体 还有另一方面 就是通修科技语体 通修科技语体 它就是普及性的通修科技读物 普及性的 是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和了解的 所以他的 他的这个是面向的读者是非专门人员 和不熟悉某一科学的人 所以他的一些语言特点是这样的 他很少使用专门术语 因为为了便于这些人去阅读和理解 那在修辞方法上就是他运用修辞方法比喻 比如比喻你人等等等等 在通俗科技语体当中都可以来采用 这是科技语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很专门性的 非常非常学术性的 还有一门就是通俗一些的 这里给大家准备了 这一页是我们现在要看的阅读材料 这里有一二三的 这里有三段话 请你来看看然后告诉我 哪一段话是属于通俗科技语体 哪些是属于专门科技语体 请你给我讲一下 哪些是智权的 我们先走了 好 我用手掌揉 用手掌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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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 或者是 然后 感谢观看 有的 我们 很久以前 有的 论文中 可能 对 最近在中国 用用汉诶 感谢观看 然后 有的 大家看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应该 我们 我们的